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3月15号起连续三天在香港开展座谈 访谈等活动 就落实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广泛听取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节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当天出席其中一场座谈会时表示 落实全国人大311决定是中央有关部门 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机关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 因此座谈会应当聚焦落实311决定 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骆惠宁指出要正确理解赋予选举委员会 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的必要性和理性 意思选委会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是吧 可超越某个界别某个地区某个团体的利益的决限性 使得这个立法会能够更好地代表 战党社会的整体利益 第二点就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民居处 这样就有了共同点 那么它有利于处理好行政立法关系 维护行政主导的体制 第三点它也可以有效地防止立法会被港独和激进分离事例操控 出现极端政治化 使香港在稳步发展民主的同时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力 骆惠宁表示爱国者治港既明确了政治要求 也包含了能力要求 他指出中央已成立专门部门 邀请选举制度及法律专家参与 并透过多种方式与社会各界沟通 不断听取社会意见 会后 与会嘉宾会见传媒 香港民间联主席李慧琼表示 过去一段时间 香港的乱局和冲突 已严重威胁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行稳志愿 此次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恰逢其时 必须要选出德才兼备的爱国者来管制香港 香港社会已经是在政治来后里面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们需要急起直追 我们再不能够食老本 而其中让到市民安居乐业 让到一国两制行稳自愿 最重要的就是要选到得才兼备的爱国者 去加入管制队伍 这个制度是需要为不爱国者 培训备处备足够的政治人才 让到我们有足够的政治人才 可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 去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 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提出 近年来区议会在香港管制架构中 已经偏离了原有的地方咨询机构的功能 应通过此次机会进行纠编和完善 我们留意到区议会产生的立法会议员 是有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19年暴乱之后的区议会 勾结外国势力 搞颜色革命 反对国安法 所以我们觉得区议会 它作为一个地方的咨询架构 应该回复它原来的功能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 新民党主席叶刘舒仪表示 作为一个民选的立法会议员 自己非常关心立法会的组成 议席的分布以及选举办法等 他指出 以往选举制度的漏洞 导致不分极端分子进入香港管制架构中 只有通过完善选举制度 选出高素质的管理人员 才能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很多个极端分子是入了立法会 影响了政府的施政 也都令到我们无法 解决社会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所以我本人就觉得 选出来议员的素质是怎样 议席的水平是怎样 是比直选议席的数目更重要 香港立法会议员 香港经济民生联盟主席 卢伟国则认为 过去几年香港社会的动荡 严重冲击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影响了市民的生产生活 希望通过此次工作 能够稳定社会局面 带动经济改善民生 经文联的宗旨就是说 工商带动经济 专业改善民生 要带动经济 要改善民生 是需要有社会 一个稳定的局面 一个和谐的社会 所以我们深信 经过今次的工作 我们能够 是更加有利于 老百姓过太平日子 老百姓 是安居乐业 据悉 从3月15号起 全国人大法工委 基本法委 国务院港澳办 香港中联办 将连续三天召开 六十余场座谈会 并走访和约谈一些人士 直接听取意见的人数 将超千人 入口中监制 老百姓 并走 优优独难 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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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走